萨古鲁对话著名的心脏医生 Devi Shetty博士 探讨瑜伽是怎样帮助人们恢复健康 同时创造一个完整的健康过程 以下是对话的第一部分 Devi Shetty博士说 今天的话题是健康机制 作为一名心脏医生 我可以说心脏无比重要 实际上头脑是老大 心脏只是他的奴隶 所以我想问的问题主要是关于头脑 因为我对头脑非常感兴趣 尤其是头脑的疗愈能力 您是否认为头脑对愈合过程有重大的影响呢 萨古鲁说 我们说健康机制的时候 身体每一个细胞都应该包裹在内 不止身体中发生的 在我们周围发生的也不应被忽略 你站在班加罗尔的大街上 马路上车辆的喇叭声 发动机声 你推我起 这时候你并没有合适的健康机制 某种程度上 一半的人口都需要进医院 人们不会入住酒店 而是去入住医院 出现这种情况 也只是时间问题 你需要在医院安置五万个床位 而不是五千个 我们生活的方式 构建城市的方式 构建生活的方式 在任何一个地方 都看不到健康机制 如今 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在这个宇宙中 在创造的每一个形化中 不管是超级巨大 还是极其渺小 每一个亚原子之间 都有着外在和内在的连接 这些联系是及时而经久的 如果我触摸这个身体 身体内在所发生的事 正与宇宙中其他的事物 震动相互影响 这不是哲学 也不是深奥难懂的语言 这是现代物理学的语言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与系统内在 有多大的一致性 决定了很多事情 人体系统和任何一种生物体 在很多层面上 都是相关一致的 我们来看看 这五个基础层面的一致性 一个方面是几何和数学的一致性 在瑜伽中 我们很注意做的方式 因为如果我们获得了 几何和数学方面的一致性 你从未想过会存在的事物 对你而言会成为事实 这就像是调整你的天线 本是布满雪花的屏幕 变成全世界都涌进你家的客厅 就是因为一种 一种起合构造的一致性 接下来是生物化学的一致性 作为医生 你每天都在处理这个方面 努力用现代制药和传统医学 来掌控这个面向 接下来是系统内部 和周围环境的能量一致性 或者说是电磁一致性 接着就是量子一致性 最后是意识一致性 这些不同层面的一致性 并不是彼此独立的 是现代科学 把一切事物都分割开来 独立地研究 你作为心脏医生 你说想探讨一下头脑 你明白 我们在头脑中做的事情 会发生在心脏里 一致性 不仅与头脑有关 但是毫无疑问 我们制造的每个念头 在头脑层面发生的每个波动 都会在身体每个细胞中 产生振动回响 你身体很大程度上 会受到来自 你从某个人那里 继承的基因遗传 或者来自 班加罗尔大街的印象 普通人对外科医生的印象 都是切开身体 有缝合之类的 但是我从医生生产的早期 就总是坚持 让我下面的年轻医生们 在开始实施心脏手术之前 先参加一些油画绘画课 本质上 我们需要把年轻一代 培养成艺术家 当一个外科医生 有艺术家修养 一些非常美妙的东西 会从手术中呈现出来 你同意这种观点吗 医生应该被培养成艺术家 像艺术家一样形式 医生应该有创造性吗 萨古鲁说 我觉得这是一小步 要实现一定程度的一致性 医生应该成为瑜伽士 他们应该不仅和病人 在一起时是这样 和周围的一切 和整个环境在一起时 都因如此 因为我们身体的每一部分 都是从内在被制造出来 我们拥有创造一颗心脏 一颗大脑 一个肺 肾和一切的智能和能力 由于各种原因 这些东西出了问题 出问题的时候 哲学和逻辑不起任何作用 我们想找个解决办法 如果想要一个解决办法 那么是找个全面的方法 还是只要一个快速的解决办法 我们只是想延长寿命 还是想让生命得到滋养和绽放 我说医生应该都是瑜伽士 那并不表示你必须隐居山林 瑜伽这个词意味着有限与无限 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合一或一致 你之所以认为一切 也许都是命中注定 是因为你在物质世界找不到答案 当你切开一个人的身体 看到身体是如此复杂的机器 你一定仍然忧心忡忡 你知道你把别人的生命 活在自己手里 稍有差池 就会给这个人的生命 这个家庭 社会环境 还有其他方面 造成巨大的后果 考虑到这个 我想说 如果你投入一年的时间 做修行练习 来建立这种一致性 甚至不需要全职时间来做 不仅只是从情感上 心理上 和生物化学上 而是从存在的最基本方式上 意识上 从物质超越到非物质上 然后 根据你所能取得的一致性程度 你可以取消至少25%的手术 你会跟病人做些别的事情 我认为 每个医生都值得 在这个方向上 投入时间 很多人 他们被安排 心脏搭桥手术 他们来往这里 只是做一些 对他们而言 正确的 基本层面的事情 其中很多人 就不用再做 心脏搭桥手术 不幸的是 多数人 都不能有觉知的 做事 直到有一天 他被安排去做 心脏搭桥手术 这时候 他们就慌了声 来找我们 他们和我们在一起时 做的一件事 就是去掌控 系统内在和外在的 五大元素 水 空气 土 火 空间 我们的身体 72%是水 12%是土 6%是空气 4%是火 剩下的就是空间 瑜伽这门技术 就是根源于 五大元素进化 进化五大元素 如果你带入一些 简单的东西 让人们看到 这并不是莫名其妙 无意义的东西 我们就能为很多人 带来 巨大的帮助